156字 滿滿一張白紙 字跡工整 這是一張請假證明 出自這位李先生的手 仔細一看 是文青感十足的 類文言文 寫得這麼饒口 說穿的就是賴床這件事 文中寫道 女兒夜不早昧 白話說來就是太晚睡了 上下眼皮交疊且無力分開 就是說爬不起來了 欲寫奮戰說是賴床 得無君之源 原來是老爸來罵醒 才終於起床上學 最後這一段 帶女兒向教官求情 希望不要因為遲到而處罰女兒 整篇文章毫無冷場 連老師都覺得實在有趣 覺得非常的有創意啦 但是我們還是要求他 他一定要有付家長 正式請假的文件來 那當然我覺得這也是 學校教育在推廣 創意思考這部分 有一個成果啦 連家長都能夠用 這麼有創意的方式來請假 李先生不是國文老師 也不是作家 是一間美容院的老闆 讀書時時常寫文章投稿 練就這一身好功夫 連女兒上課遲到 也能來上這麼一篇 我就在這樣寫唷 他說好就這樣寫 我就真的就這樣寫給他 就這樣子 這篇請假文被PO上網路 引來熱烈迴響 倒是女兒非常不好意思 臉書反擊說是臭老爸 看得出來婦女情深 而有個文青爸爸 連賴床這件事都被公開了 今天再見 台中報導